国道ETC收费竟然重复扣款 这是一名开拖掉车的男子来投诉 申请ETC的对账单 就发现自己被重复扣款 而且最离谱的是 同个时间竟然被扣了两次 就连客服都搞不清楚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不懂 叫我们说把它改掉 开拖掉车的刘先生好生气 因为每天都要走的ETC竟然重复扣款 拿出ETC的对账单 连续四天不到一分钟 就遭到ETC重复扣款 你们可以在那里回转是有可能 你们有可能一秒钟之内吗 不可能啊 一分钟也不可能啊 仔细看看账单 在9月12号4点47分33秒到48分14秒 一分钟内就被扣款两次 离谱的是过了40秒之后 又被扣了一次 9月3号9点43分别为44秒 除了一秒钟扣两次之外 还有更扯的就是9月5号3点10分33秒 账单上同一个时间内还能被扣款两次 简直是不可能 你是大货吗对不对 就是45号 后面那一台 后面那一台 门市人员居然还搞不清楚状况 账单印得一清二楚 但客服却说没这回事 那是我这边帮你看到 才9月5号 是我比刚刚说的这个三点的 正常来说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对 对啊 记者实际测试 脱掉车要回转收费账一圈 市长也需要三分钟 账单内两分钟内被重复扣款 几乎是不可能 很多脱掉车叶子 都脱了车子都不敢过ETC 然后过人工的 光是统计8月底到9月中的对账单 两分钟内重复扣款的次数就超过五次 而且钱都已经扣缴 但门市却说没有问题 国道救难脱掉车 竟然往返收费站 以前没去计算过 现在看到账单 直呼真的当了ETC的原大头 终于新闻和孟岐阿布斯 新竹采访报导